现在呢 起点裁判正在为焦纳森做最后的一个准备 起点 我们看半柜式的这个裁判呢 他应该是为整个焦纳森点燃他的拉烟罐 没错 他是来自美国的瑞克 瑞克已经是 今年已经是60多岁 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裁判 同时瑞克也是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跳伞运动员 以及包括跳贝斯跳 很多 他来自美国的德国法师 好的 大家要看到 现在最后准备的焦纳森正在探出头来 来看一看下面的整个的路线了 而且现在分速度应该是不错了 每小时25公里就起跳了 比奥尼森来自布奥比亚的29岁就先手 已经起跳过了 拉烟罐也拉人 好 现在他直线下车以后 要进行停飞 停飞的动作 整个队几秒钟呢 这间的完成的不错 从拉烟罐的这个风向来看呢 今天的风速在峡谷里面不是很复杂 接下来呢 他将找好他的落点位置 也就是沿着整个的大峡谷向左旋 一定向他左旋飞去 我们的镜头补捉呢 也是由于速度非常的快 不断地在进行切换 大家看到 拉一关的响声 好 已经穿过了终点线 也就是所到的终点 而且就像那个上套线的 这个动作跟什么原因 是的 他利用他的剩余速度 做了一个坡度的这个调整 刚才呢 我们看到他起跳的瞬间啊 利用3到4秒的时间来直线的下滑 那个角度啊 大约在70度的角度左右 打开了他的冲压力伞以后呢 他用这个操纵杆不断来调整 他自己的伞的这个方向和速度 因为他要找到落短 这个时候啊 大家注意 穿过了中线以后 意味着他的用时已经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的30秒的时间里面 是他打开伞的时间 并且要找到自己的落点 杰纳森呢 他已经非常非常 完美地完成了他这个比赛的用时 但是接下来的时间 他落地呢 并不慌不忙了 而且在整个找点的过程里面 他在缓慢地已经回旋和控制 台湾老大的落点 另外根据这次竞赛的规则 其中竞赛规则有一条 就是因为当你冲过 这个终结战以后 你在天空中的开伞之间的话 必须得是 是受伤了吗 没有 他的服 他的益装服可能是 一下子怎么打开了 然后所有的底下 你看这是Sita Sita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他已经有过300分跳 他基本上在底下进行辅助工作 这样的话 因为拉烟气的话温度很高 这样的话有可能是烧伤 烧伤的衣服 所以Sita帮助来截这个拉烟气 他说今天天空中的风的话语 他说今天天空中的风的话语 天空中的气流还是非常的颠簸 所以在他这个飞行的过程中 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但是这个能见度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他的着陆是没有问题的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So you're the first jumper Is there any good suggestions for the other jumpers Yeah fly fast Or faster than me Ok ok So那刚才我问他呢 我说你是第一个跳下来的人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你 以后的这些运动员 那么他说呢 尽量的快 尽量的快 超过我 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善意的 非常公平竞争的一个 非常好的态势 所以现在我们继续期待着 其他的运动员来超过第一位选手 你看他下来以后 整个的身体自在 我觉得非常完美的 他一个次陆队这星期 下来以后他的速度 应该是达到每小时 19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的确是 他利用这两三秒的加速度之后 加到了游历的速度 195公里左右呢 然后进行了多转弯 每个人达到8米的速度 他的这个滑翔比呢 在1比2.75到3.1左右 那么他的这个失速速度 他是最小的飞行速度 不能低于160公里左右 这就是刚才您看到的 通过了这个锁到线之后 突然有一个 一个大刨不见的 他这是利用他的剩余的速度呢 突然做了一个向上飞行的 这个路线 非常不错 来自哥鲁比亚的 今年已经是 26岁的姜纳森 弗德瑞兹呢 他拿下了26.575秒 这样的一个时速 当然他是第一条 这个时速能不能被后来的选手打破 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是今天呢 我们的国际裁判 所用的这个特速的标准 是非常的精细的 已经达了1%秒的 这样一个标准了 所以接下来很多选手 怎么样来 怎么样来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姿态 用最短的时间 完成规定的线路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大家再看一下 在赵纳森头顶摄像头拍摄 他在赛前进行的 角度的头顶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你看往下 轻轻俯瞰的时候 身体不断地向左转 不断地向左转 因为要绕过整个大峡谷当中的 一个错落的小三峰之后 他要找到 也就是通线大道 由我们所说的 盘旋公路的这个大峡谷 所在的位置 这就像我们的这个大飞机 降落前盘旋以后 找到这个标准的跑道一样 现在他要开始盘算 自己怎么样来穿过这个索道 打开伞 现在已经打开了降落伞 话语间已经26秒多的时间过去了 他就完成了 他在起跳的8秒左右 已经通过了虚拟的 遮翻卷的抛线 进入了左转之后 迅速冲过了锁道延长线的这个终点线 空中呢没有出现大摇摆的这个状态 这个我比较担心的 因为到了峡谷中央 那天可能那个风啊也是杂流 或者说是一种风气变 可能对所有的选人来讲 确实很高高 武斯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一下来就说 打锁也不跳了 但是今天这依然还要跳 这就是挑战车的重心 对这个路的维克伍斯是狗哥们 为大家进行了这个探路者的这个做法 今天老天开牙 天气非常的好 在我们中站转播的位置呢 几乎是无风的 但是在山顶风力还是故障 民航气象台北的气象资料 讲到这个风啊是在五米左右 那么能见度啊是小一点 杰伯克里斯已经出来了 大家来了解一下杰伯克里斯 杰伯克里斯被人誉为 当今最强悍的极限运动员和冒险家 一位从小就像像鸟儿一样 翻新的伟大梦想者 他先后在全球16个国家 完成了近千次极限跳伞 中国的包括巴西基督山耶稣像 巴尼 埃贝尔 铁塔等在内的世界知名地标 2011年9月 杰伯在张家记天门山一桩飞行 穿越了天门洞 完成了他个人生涯 也是一桩飞行运动史上 最精彩 最辉煌的壮举 好 这就是杰伯克里斯 他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表现 那么这个像小说就像 要长大的像鸟儿一样飞行的36岁接步呢 他因为在不久前在非洲进行 飞行的过程当中呢 脚步数得上 那么接下来他要准备 要拿出一个非常精彩的预赛程序了 杰伯克里斯的实际上 其实我私人非常好的朋友 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在南非桌端的时候 然后因为是要挑战一个极限 摸气球 然后在那个时候 因于距离太近 接入克里斯以后 受了严重的算 两只腿 拉银灌烈了 大家注意看 拉银灌烈了 飞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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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着我们的方向 好 他进行了一次大的回转 你看 真的像战斗机一样呼嚣而出 已经瞬间就穿过了这个锁道的中线 哇 这个已经感觉到了 他的大S回环的动作呢 做的是非常的出彩 进行了身体的上翘以后 才拉开伞 他拉伞时间好晚 嗯 他的成绩是 26.575 哇 杰伯克里斯 27.411 27.411秒 他比这个 Jonathan要稍微的 速度用时长 一秒左右 我想这个所有的杰伯克里斯 实际上在这些运动内 是非常非常 速度非常快 但是因为在南非的受伤的话 杰伯克里斯身上 现在因为是腿的话 严重受伤 所以他这次跳的话 整个从小腿到大腿 带着 护肌 然后就像钢铁侠那种 其实当你看的话 因为整个的腿 它是骨折了好几次 已经六次手术 所以的话 我想这个会影响他的飞行 多少会有一些 因为他 这个动作 你看他的起跳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加力动作 可能正是下降 因为腿部的这个原因 看看落地 哦 他是用坐地的方式 因为对 大家注意 又在腿伤以后呢 这克里斯采用了坐地的方式 这个坐地呢 对他整个的这个身体 上方 这个这个臀部以上的位置 可能带来的影响很大的吧 非常大 因为 因为受伤 他 所以支撑 支撑力量 肯定要比一般绿组员要小 对 而且他已经做过六次手术 非常非常勇敢的一个 全球的勇士 对 在2011年的9月14号那一次 我还记得飞的这第一轮 智慧镜下了以后 直接到刚才天门洞的后面去了 因为出击以后 他做拉烟罐的这个 这个拉烟动作 是影响了他整个的身体的平衡状态 所以在空中啊 一旦下来做垂直落体的时候 真的不可以 做任何的复杂的动作 他必须要把自己的身体打开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他飞下去的时候的 跳出去的瞬间 角度大约保持在6到70度的角度 打展以后 你看真的像 他好像是一个最大最大的 这样的一个易装服 杰普克里斯 杰普克里斯穿的是 托尼工厂制作的叫做 阿帕奇 阿帕奇 阿帕奇第四代的衣服 阿帕奇的第四代的衣服 已经从阿帕奇第四代 已经有所感激 特别是他的双翼 通过滑水皮的话 是速度的话 风速装过以后 风路风速减 减减 然后这样的话 使他的飞行速度更快 所以他在垂直落下以后 他马上就进入一个 平行飞行的这样一个状态 你看整个动作 是比较连贯的 也有败于 他整个这个服装的作用 目前呢 因为阿帕奇 第四代的衣装服 是性价比最好的一款 这是托尼家族的产品 价格也在那买着 但是20万美元左右 所以说刚才杨普克里斯 说的整个 杰普斯波尔呢 是做菲尼克斯的 后来呢 直接转会到了 这个托尼旗下 托尼的品牌 好 我们来看 这是在他整个 这个身体装置的 一个摄像头 拍摄到的画面 大家继续来看一下 就像一个巨大的 熊鹰也好 一个巨大的画像机也好 你都可以想象地形容它 通过摄像头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天门山 霞虎的能见度 大约在四五公里左右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飞行的轨迹 他在不断地进行向右的 向左方向的旋转 那么这个时候 对整个选手来讲 他的角度 旋转的角度 非常非常重要 这也就是说了 我们从转弯的角度来说 身体的角度决定了 他的飞行的速度 好 打开彩 打开彩以后 他要找到自己的落点 我估计呢 他可能 这克里斯他心里头也会想到 自己的速度用时呢 可能还是慢一点 因为腿部的严重受张的话 对他整个的飞行啊 降落都有期待 特别是降落的话 因为降落的话是非常非常 好的 非常非常通向 接下来应该是 克里斯杜格斯麦克道格尔 来到澳大利亚的选手 他是第三个出场 来看一看 克里斯目前的 整个的一个介绍 克里斯杜格斯麦克道格尔 他身为低空跳伞 和高空法体跳伞教练员 不仅是一种微型 滑洋跳伞 滑雪 冲浪等极限运动的 顶尖高手 同时又是作家 电视节目主持人 以及模特和电影制作人 他有着16年的 高空法体跳伞 和15年低空极限跳伞的经历 在37个国家 有过2450次以上 低空定点跳伞 在世界极限 绕三一季 有着巨大声誉 并受到光泛尊重 好 教练员出身的 教练员出身的 麦克道格尔呢 他今天呢 要做出怎样的一个成绩呢 如果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杜格斯的这个用识以后 可能他心里稍微有舒缓一点 又少了一个增加的成绩 又少了一个增加的成绩 那么看看他有什么样的优异的表现 这个跟他在滑雪或者冲浪 所有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这种极限挑战的一种呢 需要的是一个技巧 非常需要技术和钱 得发挥 另外对运动员的反略 反略要求也继续高 现在我听到上面在说 就是说现在的飞行员的话 已经基本上是准备就绪 现在等着跟底下 所有的中战的裁判长 以及跟这个降落地点 以及跟折换点的裁判 再进行弯通一下 然后最后确证一下 跳的情况是不是允许 点燃蓝烟灌 准备了 好 现在听到这里就说 走了 做了一个软起跳的动作 然后Matchbuckle就滑下去以后 也是向着我们这个方向 从现在头的位置 我们看到他正在进行一个折缓 运动员在跳下起跳台之后呢 先向右转 建立了有力速度之后呢 几乎是贴近了悬崖标签之后 绕过了虚拟的折缓点 然后向火轮路线 通线 一个大海 哇 冲着水满 巨大的冲压一伞 拖着他整个差点身体 进行一个倒转 好 他现在要操纵杆 赶紧来进行盘旋以后 找准落点的位置 这段时间呢 是不记录他整个 比如说 好 27.612秒 财队点已经最快的时间 报了他的这个时速 在竞速赛 预赛第三个出场的 Matchbuckle里面 他用时是27.612秒 目前呢 三位出场选手当中 他用时最多 澳大利亚的 克里斯托克斯·麦克道尔 他已经落地了 前面走的是 阿杰伯克里斯 他要折伞以后 来准备进行第二轮的 预赛了 那个豫庄飞行员的跳伞啊 和普通的跳伞运员不同 他在开伞之后啊 有一个上解下拖的动作 上后呢 两只胳膊的拉料要拉开 便于操纵降落伞 底下的脚套呢 要解开便于落地 对 另外这次比赛的话 因为还有拉烟 拉烟因为的温度高的话 还要考虑到这个 不要把一桩油损坏 影响比赛 所以我们在底下安排了 这个这个 来自澳大利亚的CTA 来协助这些工作的进行 好 大家来看到 你看一桩飞行员的员 伸出一桩以后呢 他这个下行的时候 也进入自由垂直 这样的一个落体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 他动作呢 要一定非常非常的标准 使空气动力学的性能 发挥到最好 达到一个虚拟周判前以后 他开始飞行加速了 这个时候 是不是采用一种平行飞行的方式 在转弯里面 这个时候是用时最多的 也是对整个用力员的 技术要求最高的 下降于在这个时间点上 是的 这个时候 它必须还是保持 20度左右的下滑脚 要争取速度 这个是速度 对一桩飞行员 是十分重要的 对 而且滑翔比呢 大概已在 1比2.75的1比3之间 也就是每下降一米 它要下降 向前滑行三米的 这样的一个距离 按照这个 我们时速216来计算的话 它应该是每秒3000 一个8米左右 这个时间点 这样的速度比 可能对运动员的压力 或者是阻力带来的身体的 这个冲击也是很大的 要求运动员 必须要 就要强健的体制 平时它就有一个系统的身体 就是训练 我们看它穿过锁道 这个终点线以后 真的就像拉烟的飞机 像像滑行俯冲一样 另外是在转翻的时候 运动员通过身体 因为这个是无度密度的 所有的东西的转翻 以后 所有的这些技术经常法 都是靠身体的调整姿势 来进行完成 对 它刚才拉转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由于高速的下距 这个下距的速度 导致它整个拉转 过程当中的动作 还是有点虚实 开散的瞬间 它由一百多公里的速度 突然变成了 几乎是几十公里的前行速度 那么对身体 必然要有一个冲击 对它的飞行姿态 产生了一个巨变 我们看到它在审视空中 肯定要大幅度的晃动 我们继续来看 在主观摄像头上面 我们来看到 整个MacDocker 它的整个飞行姿态 风力确实 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风萧萧 穿过以后拉赛 好的 那么随着 澳大利亚的选手 完成了它这个 预赛以后呢 接下来将出场的是 杰迪霍尔姆斯 他来自美国 杰迪霍尔姆斯呢 今年三十二岁 我们来看看关于杰迪的介绍 杰迪霍尔姆斯 既是一种飞行高手 也是滑雪明星 特别在滑雪界 因资历和经验 而声名远播 在过去十年晚的时间里 他一直是滑雪电影中的主角 杰迪和同伴也参严了变形金刚三 他们在摩天大楼之间 就像障碍滑雪赛一样 以精彩的表演 开创了一张分析 进入好莱坞大片的历史 JT也参加过 奥普达六十分钟的专访 现在我们看看 他在中国的张家杰天门山 要在这个竞速赛当中 拿下一个怎样的一个成绩 现在是出场的将是JT霍尔姆斯 我看在上面的裁判 基本上已经准备就去 现在准备 他主要的也是 菲尼克斯的魔鬼第四代的一桩 走了 哦 下期一堆号 快看一下 好 下面又飞行一会左转 继承大回环的接 因为他的下面就是一个下足三峰 好 他现在开始找自己 落地的时候的航线 穿过了锁到中间 中点线 已经看过了 看 也就是在圣经 好 拉伞 身体呢 受到这个伞的巨大的阻力 出现了空中一种翻滚的姿态 好 我马上为大家报告 他的用时 杰尼 来自美国的 博尔姆斯 现在呢 他通过他的冲业预伞以后呢 这个操纵杆不断地来调整自己的分析 他的用时可能更多了一点 28.887秒 哎 这个感觉 真的 杨尼森现在的记录还真的没 接下来的三个还都没有打破 是的 目前来说的话 杨尼森是第一 很有意思 嗯 因为这是预赛的第一轮 那么每一位选手在比赛当中都不能丝毫出现马虎或者闪失的 因为每一轮的成绩都意味着他进入决赛前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绩 一共跳两轮 那么第二轮如果成绩还固如自己第一轮成绩的话 那么就以第一轮成绩为主 成一个自由落体状 首先进行 下飞 我们再请教一下 王大师 如果我们选手要是突然有这个 有自己的创业 或者是胆量 让他做一些动作 下去他干嘛 在这个高度是不允许做任何动作的 他首先要用一个固定的姿态 比如加大自己的下飞角度来确立自己的有力速度之后呢 建立合理的比赛航线 通过更改线 那么说到做在激情所致做动作的话 这个可以在更高的高度 比如我问过他有的选手啊 他可以做横滚 横滚啊 这个就已经在目前的我们也竞速在可能今天 这个是不允许的 比赛规则要求 竞速在的就是他从海拔1435米这样的一个起跳点的高度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规定的大S的一个下滑轨迹 穿过终点身以后看谁用时最小来索取今天整个天文山比较 是你赛里面竞速冠军 好 接下来出场的应该是来自美国的乔安德尔 我们现在继续来回看一下杰里霍尔姆斯 他头盔上摄像头拍摄到的画像 你看巨大的风阻 把他的翼装服吹得一下子阻挡了起来 没有这样的空气这样的阻力可能他不能够人类不能够完成 是的 翼装服是一种特质的这个飞行服 他的飞行服装飞行服上呢有很多近期道 这个空气把它堵起来以后就像一片记忆的形状一样产生生命 所以大家非常关注的像昨天鲍姆加特纳 他完成了37000米这样的高度的挑战式 穿的是类似宇航服那样的一个装配服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人类在挑战整个我们的极限空中 下滑速度的这样的运动当中呢 始终来把自己的这个设备和自己的钱呢要发挥到极致 好 接下来要出场应该是来自美国的乔安德沃尔 乔安德沃尔的话看一下乔安德沃尔的一个介绍吧 我们先要来试 乔安德沃尔 乔安作为红牛天空队的掌握者 他既是教练也是表演队员 在单人和三人自由跳伞项目上 他多次在全国和世界岛赛中获奖 变成这些积极组织每一次自由飞翔造型的世界纪录 到目前为止 乔安已经完成超过17000次跳伞 和500次低空定点跳伞 2010年夏天 他参加了任性金刚三的拍摄 穿着一服飞行在芝加哥的摩天大楼之间 这就是乔安德沃尔 但是我们向他致敬 因为他在小的时候就患有危急生命的骨髓疾病 可能类似于白髓病 但是他幸存下来了 成长共产人工一直热衷于湖外移动 而且现在你看他成了异装飞行的高手 乔安德沃尔今天已经37岁了 踏河 动作也比较标准 注意看他飞下去以后先右 然后呢进行左切 找到自己整个降落的一个轨迹线 也就是我们大峡谷的谷底 通天大道的台山公路 现在他正在旋转 切过来的画面应该是马上接近这个锁道线 终点线 我们注意 看一下 很快 打开了伞 这就是 我们稍后为大家来报告他取代呈现 哦 目前他是一个非常棒的 25.659 26.659秒 25.659秒 来自美国的 谁能想象他小的时候是一位 骨髓疾病的患者呢 这就是人类潜能 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急事 对 乔安德沃尔除了是做一桩 他也是很好的工作叫自由 叫free flyer的很好的高手 他花了很多时间在美国帕里斯空军空军基地进行训练 而且刚才像梅老师刚才已经提到的 他是红牛队红牛红牛空军的掌门人 红牛空军的掌门人呢 你看他在空中完成的这样一个打回环的动作 你看做得非常精准 也是也是老天帮忙 这个时候天气出现的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哇 你看落地很精准 在落地之前我们看到他的两只胳膊 在拽着降落伞的背带上的两个刹车棒 无断的左刹右刹的 在这个很窄的路上精准的降落 他感觉到了 他觉得应该从心里能感觉到自己是不错的不错的 不错 目前25秒 25.659秒已经超过了乔纳森 超过了乔纳森几乎一秒 嗯 我们来看范动作的回放的时候注意 他整个下行的轨迹 你看 垂直下行以后马上进入平飞的状态 也许他的 他的艺装帮了他的大忙 整个大回环的这个动作和轨迹完成了非常非常地漂亮 他身着着 他身着着多年阿帕奇这个威猛一种 在这个速度飞行过程当中 可能他的转弯对他的加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也许他的转弯用的是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轨迹吧 最好的 可能速度比例里面最佳的一个姿态 我将来说对这样时有的话的进入直线的时候的话 他的速度要比其他的选手进行很快 他这个转弯 可能要比其他选手的转弯半斤还要小 对身体的加速度的冲击力还要大 对 但是也要让所有的观众看到他转弯 所以他用了一个最好的转弯的一个路径 马上进入直线距离以后呢 对他的飞行和速度的这个帮助就会很大 是的 那稍后呢 我们还为大家来播放 回放一下他头盔上 或者他身体上的这种主观镜头 给大家带来的一种飞行姿态的享受 好 他飞下来了 你看 由于 姚安托尔他在空中转弯的这个操作地步 完成的非常的完美 所以他的用时要比姚安托尔还至少少了一秒左右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时间 也是因为在这个一张飞行的速度的话 在每小时二百多万里的话 正是由于他的动作要求和技术水平掌握得如此完美 所以他这个成绩可能对后面的选手带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来看看詹姆斯波尔 詹姆斯波尔这个进入到托尼一庄公司 现在正在为托尼一庄进行全球推广的选手 目前他在试飞的过程当中来看 首先是应该是托尼来自英国的托尼 这就是今年59岁年纪最大的托尼 他是托尼一庄的拥有者 来看我们来介绍一下托尼 托尼 他是世界著名的跳伞装备制造商托尼三庄的所有者 既是一庄飞行运动的开创者之一 也是一庄飞行服诞生与发展的见证者 他从1974年至1996年 代表英国参加了世界一万以上跳伞大赛 获得无数荣誉 累计一万一千次照散经历和永不无老的勇气 使他成为天空中的一个传奇 这就是托尼 这位1970年就在英国皇家集团部队服一倍一的老兵 进入到整个一庄世界以后 成为托尼一庄技术供应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了 另外托尼本身也是原来是英国承载英国皇家空军服务 而且除了跳伞和这个一庄飞行以外 刚才向梅老师说的也是托尼一庄的掌门人 他现在头盔的犯法是07号 59岁 巴姆加特纳竟然是43岁从37000米的高度跳起来 这个身体的抗压能力非常非常强 那么托尼近年已经59岁了 这位老的一庄飞行挑战者 今天看看能拿下多少秒 能拿下多少秒的经济 他浪费了一点点时间 他可能浪费了一点点时间 锤子下落以后进入平行飞行姿态 转弯的轨迹也比较明显 向左侧幅度太大 如果此时他抬头也好低头也好 对他的速度都非常有影响的 我们看到他的飞行轨迹里面的身体姿态调整 除了一个刚才大徽环的动作 向左侧一翻稍微有点惊弦以外 现在看来还比较正常 拉伞了 拉伞已经突然翻过 让我们看看他的生机 好 我们最快的时间 不错不错 26.177秒 哦 这个速度目前是排在第二位哦 Johnny OK 真的不错真的不错 这位59岁的拳手来自英国的Johnny 真的是拿下了26.177秒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他仅仅要在这个John and Doer的后面 而且比John Nasson要快了一点点 哇 真的不错 是的 牢记福利这在牵连 另外在跟所有的运动员那天在闲聊中都说 别看托尼有的时候不太多说话 不太多说言语 但是他是一个潜在潜在的黑马 可能一开始他在进行比赛的时候 没有达出真的没错 我刚才看的他在转弯的时候 非常非常用的一个非常非常危险 但是冒险的技术 但是这个会在速度上帮着他很多 我们从画面上看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担心 以为他有点闪失呢 没想到你看拿着目前 预赛成绩第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的 我们从电视画面上看 他那个转弯半径非常小的惊险动作 不经为他捏把弹 昨天在起跳台上 那个起点地角金小鱼在采访大家的时候 在平均年龄三十多岁的运动员当中 问到他的时候 他说我比大家具备更多的优势是智慧 今天的这个智慧发挥了作用 他的冷静和技术 包括我相信包括他的艺装 对他来讲也是非常重要 他就自己生产了他的经纪艺装的老板 目前来讲呢 他如果不是最大年龄的挑战者 和这个艺装爱好者的话 他至少应该是最大年龄的艺装的冠军 对你看现在托尼在机转发的时候 机转的时候这个姿态 划情的这个轨迹也是非常的漂亮 看来托尼对转弯动作非常有限定 而且充分地运用了他的这个艺装飞行 空气正义学里面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 今天呢在张家界的飞行当中呢 也是一个技术的大体型 托尼呢他是穿着他的托尼阿巴提 威猛这个品牌的艺装 打开材 不得不佩服啊 我们的这些全球的地球高手啊 无论年纪有多大 他们运用自己这种技术或者装备 还有一种理性的时候 包括自己身体体能的储备 一些能力方面 可能真的很令人钦佩 是 方黎给您的印象 就像刚才杨鹏老师所说的那种 不算言谈 但是呢他的智慧的庄严里面 总是表现是一种小的 我刚才看到托尼在开伞的时候啊 他那个技术运用也比较好 那么在开伞的瞬间啊 他已经把身体的角度调整到了很大的这个幅度 那么开伞的时候呢 对于自己身体的冲击就要小得多 还有我们再注意到 他在滑行过程当中 头部啊 他的控制非常的准 这个时候你无论是抬头也好 低头也好 可能对你的速度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是的 他要建立一个合理的下滑角度 这是来自英国的托尼 他的父亲是意大利的 母亲是苏格兰人 而且以前做过尼瓦将 承载英国防加军处理 张家姐 天文山 云征霞尾 这个经过几天的连续阴雨天气之后 现在的阳光已经出现了 天空当中还有波云朵朵 听到的声音应该是来自托尼 主观镜头上拍摄到的画面的声音 整个高速气流在他这个主观镜头的那个麦克上产生了消叫声 他好像没有调整好整个的这个镜头的这个角度 所以开摄到的是山栏 蓝天 好 打开散了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应该是来自同样英国的詹姆斯波尔 好 我们了解一下詹姆斯波尔 同时一桩飞行已有十余年 曾经在世界各地的山顶上和飞机上 进行了2500余次一桩飞行 共有4000多次的跳伞经历 他在英国国内和国际的跳伞比赛中 多次获得奖杯或奖牌 作为教练 詹姆斯已培训了数百名一桩飞行员 包括英军红魔表演队 这就是詹姆斯波尔 2009年的一次贝斯跳 几乎折断了他的后背 他在能见度极低的地方 开伞太迟了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同样的一个不利他跳伞的环境里面 看看他怎么样完成 好 出去 用了一个加厉 自由落体状 时速应该达到 每一小时190公里之后 来看 空中姿态的调整 要进行 左切了 这个动革也不错 非常非常好 左切以后进行直线飞行 要找到他的落地的轨迹 也就是大甲骨 那么他上面要穿过的 身体扬起来像响尾蛇一样 身体做了一个扬条以后 穿过了 最快的速度 24.4 24.206 目前是第一位 目前是第一位 波尔 詹姆斯波尔 现在应该是成绩最好的一位 他也身着的是 托尼阿玛奇的翼装 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 在空中非常经典的这种转弯以后 他的用时只有24.206秒 他的时速已经很快了 估计应该在220以内 是的 翼装飞行的最大速度 不能超过230公里 那么超过了以后 别说人体也受不了 就是翼装飞行服的安全极限 也超过了标准 詹姆斯今天取得这样一个好的成绩 跟他这个狂热的热爱这个跳台 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据说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家里面 离嘎嘎湖很近 每个周末他都和他的家人一起 要在这个布兰托山进行飞行的训练 他非常非常显 能够每周末都要保持这样一个训练的姿态 那世界上很少可能会有这样的人 对 因为对翼装运动员来说的话 这个持久的训练是一个制胜的法宝 因为就像你要是跳伞 翼装要跳伞的话 你过一段时间不去训练的话 你重新再跳伞的话 重新要让你把这个所有的东西的话 重新要来一点 高空的翼装飞行的话 要比跳伞的话要难得多的很多 所以经常要需要训练 比赛到了这里以后呢 我们还要不能忽略另外一个因素 像一百米跑 包括一百一跨栏的时候 都有出现一个抢跑 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在我们这个翼装比赛当中啊 这个抢跑的现象不会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起跳的瞬间啊 是他的用驱站 或者用他的双腿啊 必须要切断两个红外发射器 发出了虚拟红外阻然线 切断这条线以后 在终点站的计算主机呢 就要进行计时 它都是自动进行的 对 从海拔一千四百三十五米的高度 向海拔四百三十多米的 这样的一个山脚向下 进行俯冲的竞速飞行 我们知道对实际体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有多大 那么多少秒才是人类极限的这样的速度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和明天要创造的 全球第一竞速的这样的一个冠军的一个数值 应该是多少才是极限的 比较关系的 对那我们就是看今天和明天的比赛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至少到目前为止呢 詹姆斯波尔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答案 说24.206秒 是所有的参赛选手 目前第七个出场的选手最好的一个成绩 因为在前两天的这个练习飞行当中 我曾经用手动秒表 协助这个修复特主台本人 在终点进行掐表 当然我这个手动肯定是要比他有一定的误差 但当时这个运动员 有的甚至能跳出了接近23秒的这个时速 是啊 这个就非常厉害了 你看这个所有的极限选手里面 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 特别是在极限运动里面 他们都是一些高手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詹姆斯波尔 他又喜欢自由滑翔 还有潜水 滑汉冰 包括他也要抢阿迪丽的饭碗 你看走钢丝表演 他居然都很行 还有长模呢 滑板滑雪 山地自行车 凡是能人类爱玩的一些东西 他各样样都占 真的是一个运动的狂猪分子 今天呢 拿下来很不错很不错的一个成绩 保持第一的又是24.26秒 那么接下来出场应该是来自挪威的 艾斯彭 费德尼斯 艾斯彭 费德尼斯 11年的极限就在运动经历 已完成800多次低空极限跳伞 和500次一装飞行 是世界低空跳伞最具实力的选手之一 他获得了2010年世界贝斯跳伞大赛第一名 2010年Pro贝斯跳伞比赛第一名 2012年世界贝斯跳伞大赛 让军 好 我们看到艾斯彭 贝德尼斯是来自挪威的 因为 华 异装飞行也属于低空跳伞的范畴之内 我们非常注意到他2012年获得了世界贝斯跳的亚军 带着这样的一个成绩 好 我们来看他的章节里天门山 在竞速赛里面他能拿下多少 好 好 观众朋友们 现在是湖南卫视 湖南京市 联合打造的直播大事件 为您现场直播的是2012年 红牛翼装飞行竞速赛世界锦标赛的预赛 今天的我们在神奇的张家界天门山 为您现场直播 现在所有的选手正在张家界天门山 山顶1435米的海拔高度 这个起跳点进行竞速的竞争 争取进入八场资格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 贝德尼斯加了一个助跑的动作 他为了抢速度 很冒险的 你看 空中姿态 看他的转弯的 向左切的姿态 相信他的成绩也会不错 说不了 你看 俯冲的速度多快呀 穿过了整个的这个索道 现在所有在叫香里的中外游客呢 可能突然发现 哇我下面这么快的大飞鸟就飞了过去 如果你能够看到的话 非常幸运的 好 身体扬起以后 就像眼睛覆射一样 我觉得 马上做个抬头都不能增加阻力拉开赛 真的不错 果然二十四点零七一 加了一个助跑的贝德尼斯 现在呢成绩已经超过了詹姆斯波尔 现在二十四点零七一秒 拿下了预赛成绩的第一轮的第一 真的不错啊 到目前为止 看过没有几个选手 是 这是艾斯庞来自 挪威 挪威的 我们后面还有几个 他后面还有一些 美国来自美国 法国 南非的挑战者 看看艾斯庞能不能管一个成绩 每一位高手之间呢 他都有一些这个 非常聪明的动作 刚才呢艾斯庞是做了加速 我们注意到了 他起跑的是做了加速 这个加速是很玩命的感觉 是的 来自各国的这些运动员啊 在很多国家的很多地点啊 进行过一桩飞行 那么在山崖上往下跳 是所有的地点往下跳里头 难度相当大的一个 因为你从直升机上往下跳 你的下面的这个范围啊 是一个全方位的调整范围 你可以向左向右向前向后的 来进行调整 从悬崖跳上去呢 只能向前来进行调整 好 我们来看看 他跳下来的一些 主观精度拍摄到的画面 张家界天文山大峡谷呢 云正下位啊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太阳 出来的时候 他的景色相当的迷人 这些所有的选手 来到张家界后 真的是有一种 乐不自俗的感觉 为了比赛 他们赞足的地方 而且在这之间呢 他们也听到了这样的好消息 报复加特纳呢 创造了人类极限跳伞的 这个第一的这样的一个 真的创造了极限的这样的 一个成功了 这个好消息 可能对他们的触动非常大 另外说一下 实际上在这些 所有的这些这个 这个参加一张飞行员里面 有很多人还是 报复加特纳的朋友 比如说像杰普克里斯 和人说 他们在一起 都是非常非常主情 杰普克里斯当时在巴西的 李越洛呢 又做一张飞行 报复加特纳正好 你看咱们样式的镜头上 他是从那个 李越洛的那个支架上 杰普克里斯他也在那个 这个巴西的那个 那个台里面跳起来 好 继续来看 这就是他要准备 打开伞的那个时候了 你看姿态 昂扬起来 在风的阻力下 是很享受的 还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 包括很多网友啊 也在微博里面 在一起关注 这些选手在往下跳的过程当中 他的速度控制 应该怎么样来完成 其实呢 我们也跟这个台湾 里面有多次的沟通 他的空气动影学的 一些理论 决定了这些选手 在向下飞行过程当中的 一些成绩 比方说 从转弯的角度来说 身体的角度 也就决定了 他的飞行的速度 那么他倾斜的角度越小 对选手速度的影响 就会越小 那么越大的话 他身体倾斜的角度 也会挺越大 你说的很对 从航空动力学的角度来讲 如果他的仰角大了 他的风阻 他阴面的风阻 面积也就大 他的速度呢 也就会减缓 我们说 很多选手在 海拔很高的 空中向下俯瞰的时候 他必须要思考 和决定好 自己的飞行线路 那么根据今天的 市井赛的预赛 要求规则来看呢 应该有大致 有三条线路 供选手来进行选择 那么转弯角度 最大的那条线路 也就是我们 有选手在中间呢 也用了大转弯的技术 可能飞行距离 就会出现最远 飞行距离越远的话 他的用时可能会越长 这会影响他的竞速成绩 这是艾斯邦菲德尼斯 他绑在他身体 也就是胸部位置的 这个摄像头 拍摄到他俯瞰大地的画面 你看他在空中的时候 找准了自己的飞行路线以后 落点以后 他开始穿越了锁道底部 穿过中点打开伞 你看重压力赛以后 用两个这个控制绳 来进行控制落地 好 接下来 我们要看到的是 来自美国的Jelby Ockerman 这是最年轻的选手 今年才26岁 就是我们了解一下Jelby Ockerman Jelby Ockerman 今天应该是38岁 迈克斯旺森 迈克斯旺森 在特级跳伞领域里 没有人比他有着 更多美国 以及世界大赛的金牌 他的四个全国冠军头衔 和三次世界冠军 以及在传奇性的 天空运动会中 获得的众多金牌 和其他成就 是他声名忍播 他组织并参与的 六次世界纪录的产生 已完成了一万八千多次 特技跳伞 一千多次一桩飞行 并且也参加了 任性金刚三的拍摄 更正一下Jelby Ockerman 这是今年40岁 最小的年龄 应该是来自挪威的 约克斯旺 今年26岁 从空中的画面 我们看到 这是Jelby Ockerman 正在飞行的状态吗 不是他没有 我想他们 现在正在 还有人们过镜头 对 他已经飞过了 刚才 41.2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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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算时间是41.21秒 好我们请 好我们请 41.21秒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不是交流购文 应该是包含了 他落伞的时间吗 我们现在看到 主台北人正在用对讲机 和起跳点 台北人进行联络 合适一下 应该是41.21秒吧 应该包含了他跳 开伞的那个时间 好我们为大家 也做了这个介绍 就说在整个的 这个所到的中间线 也就是所到 那个中间那根线上 他作为他整个 选手的一个中点线 那么选手超过 中点线以后 所用的用时 是不记录他 整个今天预算程序之内的 那是他属于 他自己的开伞时间 好 江比欧购文 怎么在说话前 突然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应用了将近一倍 别的选手一倍多的时间 好像刚才突然 我们的画面 他出发的底点 我们好像没有他看见 我们要核实一下 稍后呢 为观众朋友们 来做一个更正介绍吧 在江比欧购文之前的 这个艾斯彭 费多米尼斯呢 现在已经拿下了 24.07秒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 这就是目前排位的第一了 一桩配型 也属于这个 背似跳的范畴 可能这个艾斯彭呢 他的背似跳成绩 好的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导播告诉我们说 脚比欧购文的用时确实是用了41.21秒这样的一个成绩 41.214这个成绩呢 我们现在还不好说 是不是今天预赛成绩里面最慢的一个 这个41.214这个成绩啊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你如果在起跳的瞬间 你这个姿态掌握不好 你这个速度建立的不及时 你的转弯半径如果过大 你的冲线的这个时机选择 如果不是很及时的话 都会影响到成绩 刚才因为对了选手进行介绍 我们又看到他转弯的这个 是不是半径用的过大过大了 我们刚刚也给大家介绍 路线的选择非常重要 你转弯的那个要选的最长 那个大转弯的话 你飞行距离就最远 你用时肯定是最长 不管怎么样你都会吃亏 所以很多选手呢 就是用我干脆用直线飞行距离 但是你不能用一下子 一个冲击的一个直线 你又违规了 你必须完成大S角度里面的 一个最准确的一个线路 对你还必须地用转弯的方法 绕过这个折翻点 你直线飞行越长的话 你加速度就会产生 那个时候你会越飞越快 就像赛车一样 直线距离可能是最短的 加速是时间的 可能也是效果是最好的 那么每个选手 但是要完成最佳的一个 飞行状态的话 你就按照这个比赛规则来进行 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法国人 路德维克·伍斯 虽然说他说到 打死我也不飞了 但是今天呢 他一年还是站在了起爆台上 你看他的装备非常酷 今年32岁 来自法国的选手 他是一个空中摄影师 今天的任务呢 来了解一下伍斯 32岁的法国人 路德维克·伍斯 是一名专业的空中摄影师 已有八年的极限跳伞运动经历 累积一万长 九百次跳伞 其中一桩飞行达六百次 他是当前欧洲水平最高的 一桩飞行运动人之一 曾连续获得多次世界大赛的奖项 好 这是路德维克·伍斯 来看看今天的表现 第二桩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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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已经1230 所以 可以吗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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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准备准备 你在录制吗 没有 13号 OK号是13号 你现在吗 SD号 知道 知道 好 准备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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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 起点走去 这个条件比他在 试跳的那一位 比赛数多了 13号 今天是 很惨了 今天是 好 湖南卫视 湖南京市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 湖南卫视 湖南京市 连续所直播的 直播大事件 为您正在 直播到2002年 红牛 一桩飞行的 世锦赛的预赛 现在出场的是 法国人 多德维克 伍斯 伍斯 伍斯又用了 他这个经典的动作 双腿蹬一下 然后下去看看 落下去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 放动 再迅速的调整 他的飞行姿态 现在已经向左回环了 你看他的身体姿态 的回环角度多大 这个成绩 胆子大 不错 这个成绩应该还很好 努德维克 伍斯 憋足了劲 既然我敢 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 我就第一个往下冲 今天的条件更不在话下 要拿一个号场机 前面的交流 伍斯 一下子 可能非常让他吃惊 怎么用 这老兄用了这么久的时间 空中出了什么问题吗 26.721这个成绩 这就是来自伍斯 他的预赛成绩 26.721这些 已经也不错了 已经排在第一方阵里面了 对 我们现在看到 应该 第二方阵里面 第一方阵是24秒 这是包括 这是包括詹姆斯 波尔和艾斯鹏 菲德尼斯 共同拥有的 那么进入第二方阵呢 你看有59岁的托尼 还有这个 今天我们看到的 路德维斯 刚刚飞完的伍斯 还有 姜纳森 第一个出场 姜纳森 他们三个人站在第二题对上 目前来看 在26秒这个成绩里面 接下来还有2728秒 他落地 落地比较平稳 路德维斯这位小伙子 在13号那天的失调当中啊 出现了惊险的一幕 当时啊 天门山下去了 尖心性的小雨 那么前几天积累的低温和 比较冷的尖心小雨呢 形成了风的对切 局部呢 形成了稳流 他在稳流当中 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姿态 让人为了捏了一种汗 一年轻也不说 好 那我们来看到啊 目前还是 埃尔森会的提斯 在所有的出场协会当中 在预算机里面 是最佳的 他拿下了24.07秒的 这样一个成绩 仅存其后的呢 是Gunst4 还是24.206秒 25.659秒呢 是由John Doer来保持的 这边美国选手 目前是排行的比赛 接下来是26 27 28的选手呢 是分享了 接下来的 456 那么接下来还要出场呢 是另外的 有五位选手 因为罗伯塔曼奇诺 这位意大利的女高手啊 场期原因呢 非常遗憾的 放起了今天的预赛 那么接下来还有 来自五个国家的选手 来自几个国家的五位选手 美国的麦克·旺森 这也是个高手啊 参加过这个电影 刚刚看着拍个 杜莲安波罗 还有Junst4 挪威的选手 来自美国的杰宝贝尼尔卡普夫 今天唯一的一个女选手 来自新西兰的 李维亚地区 是亚洲舞台 她的丈夫凯托呢 包括她的美丽的小女儿 也在山脚下 站着她的最好的成绩 看看女性在这个竞速飞行里面 比男性是好 还是差一点点啊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家庭 当妈妈在山上跳伞的时候 爸爸等于是担紧了妈妈的责任 然后带着她们的小女孩被激光 然后今天本来因为天气 由于天气的原因 我们还曾经想着 让这个爸爸去上山的话 做一次是非 不断是非 但是因为天气慢慢的转好 所以的话这样的话 给预动员的话 跳的话 赢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是的 现在这个天气条件啊 非常适合预装飞行 它的能见度呢 已经接近了10公里左右了 所以我们一直也在谈论着说 一桩飞行的天气 好到什么程度 或者坏到什么程度 是能飞能不飞的 今天我们在张家界 天津山也就见证了 你坏到那种大物弥漫 浓物所演的那种状况下 确实要麻着胆子 要去废话 好我们来看看 比赛会继续进行 来自麦克斯旺森 美国的选手即将就要出场了 今天呢 他是第11个出场 麦克斯旺森呢 他的头盔编号是09号 来了解一下 麦克斯旺森 麦克斯旺森 在特级挑战领域 没有人比他有着更多美国 以及世界大赛的金盘 他的四个全国冠军头衔 和三次世界冠军 以及在传奇性的真空运动会中 获得的众多金牌和其他成就 使他声名忍播 他足之并参与了 六四世界纪录的产生 一般成了18000多次特级挑战 1000多次一装飞行 并且也参加了 变形金刚三的拍摄 这就是麦克斯旺森 尽管这位出生的 第18周的麦克斯旺森 他是一个从小 和其他的集成运动 一样的一个经历 五岁的时候就开始 他的跳行俱乐部的 这样一个培训了 你看现在我们要关注一下 我们要关注一下 他现在的起跳姿态 麦克斯旺森的起跳姿态 他现在做了一个姿态 好 一个后灯 像起跑一样 做了一个后灯塔 直接加速 自由落体式的向下 飞行之后平行 再进行一个 又向左转切的 这样一个大动作了 这就是他的 这样一个姿态 所以他也有一句名言 当时我所有的小朋友 在家玩打棒球的时候 我已经在降落区了 你看他从五岁开始 就要进行这样的训练 要拉开伞了 已经穿过了终点 拉开伞 35.477秒 对不起 来我关注一下 25.477秒 好 25.477秒 这个成绩呢 也是在第二方阵里面 也是不错的 25.477秒 四方三的成绩 因为呢 今天预赛也要跳两轮 两轮的选 这个竞速比赛当中的 取最好的一轮的成绩 作为取得决赛 八强的资格 他有一句话说 他要相信自己的装备 所以这个话题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你做一桩飞行 没有好的装备 千万别玩这个面 而且你这一高人大大 你要有过上千次以上的 高风跳伞 或者低风伞的 这样的一些经历以后 他可能有具备这样的资格 所以拿这个指导也不容易 是 一桩飞行员 必须有跳伞的经历 以这为基础 进行一桩飞行的彩装 这些需要强化训练 比如说紧贴着障碍物 包括今天我们看到 张家界天安门山的 万任崖帝 这也是一桩飞行的 一个障碍物 这些技能 就像你像摩天大楼 山崖 他们可能要计算的话 只有这么一个胳膊长 或者说是一个 横着的话 两个身体长 那样的一个 最长的这样的技能 这些人要在这样的野外 或者户外进行 极限挑战的时候 他们要具备几个 很好的因素 首先装备 心理潜能 对整个气候条件的影响 可能只有你天之地 能合到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来 玩得起来更难 成功率很高一些 就像梅老师说的 一桩吊散的话 因为这个 在极限中的极限 而且刚才就说是 贴近山体滑翔 我们又叫天际滑翔 说是因为考虑到 这个一桩的话 这个速度如此之快 每小时都超过200公里的话 稍微有一点闪失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危险 今天我们为大家来转播的这场 这个世纪赛的预赛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值得大家去 想象的一些看点吧 比如说今天我要看下的 飞行姿态和技术的运用 以及潜能的发挥 特别是在技术运用方面 为大家介绍他们选手 所穿到的这个衣装服 一张红的都是来自 国际上比较顶尖的 两个品牌 一个是托尼的 阿帕奇 还有一个是 这两个一桩呢 对所有的选手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 当然他们所飞行的 所有的经验 以及技能和胆量 也帮助他们 今天要拿下一个最好的成绩 接下来呢 我们要关注的出场 是来自南非的 这名南非英雄 朱利安特洛 但是如果是 朱利安布勒 38岁的南非人 朱利安布勒 是世界著名的 空中特技摄影师 和一桩分省摄影师 他在21岁 就已经成为一名 花样跳伞运动员 及摄影家 曾经进行过 11000次以上的 花样跳伞 和1600次低空跳伞 或一桩分省 获得过八次南非全国冠军 但联合积极奔队 跳伞的队长 以及一种分行踩踏 朱利安布勒 有趣的是 他曾经为印度的一个电影 厄运2来作为一个摄影师 今天 他作为一个挑战者 出现 在张家姐的天明山 应该是能够带来 给他带来好运 对他 朱利安布勒 也是参加这个 变形金刚三文拍摄 很多这个广告啊 包括很多这个 国际上比较出名的一些广告 可能都有他 好了 可能已经解决了这个小麻烦 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小麻烦 台湾彼此今天已经有一个认证 在斯旺森的身体连侧呢 我们看到 整个扣发牌的这种 有两个红外线的一个装置 中间的这个虚拟的红外线呢 它可能当你选手一出现以后 它的机制就开始了 这根红外线的装置 连接着我们整个中站 这个转播系前面不讲的一套 它已经开始了 好 朱利安那样的这个位置 开始对它进行计时 转移到平均 我们中点站的这个计时高度 在690米 另外它开散之后的这个落地高度呢 在430米 和起跳点的140米 430米 整整个相抗了1000米 这个拉烟罐也很诡励啊 而且它下来以后 真的像虎虫的轰炸机一样 哦 瞬间就穿过了这个中点线 好 拉开散翻滚两周 哇 像冒着烟 观众不知道你为什么着了火了身上 这个拉烟罐其实很重要的 今天呢 由于侧风的原因 所以裁判呢 就选择了两个拉烟罐 把它燃烧在哪里呢 就是整个天门山顶下面的一个山峰上 那个是侧峡谷风向的这个流变的时候 也用了这个的 也打开了拉烟罐 现在全手呢已经穿过了 用了24.168的这样一个成绩 这就是朱利安布勒 来自南非的选手 嗯 这个成绩不错 目前在所有的已经跳过的选手当中呢 是排名第二 埃斯鹏 菲德尼斯呢 用了24.071秒 朱利安布勒没错 刚才介绍的没错 朱利安布勒呢 用的是24.168秒 他目前排在第二 所以这个排位啊 在预赛当中 呃 前三位的名次不断的在变化 嗯 接下来还有三位选手出场 就是来自挪威的约克萨姆 哇 原位的选 挪威的选手很厉害 现在这个约克萨姆的呃 呃 战友 哈 埃斯鹏 菲德尼斯已经拿下了呃 二十四点零七一秒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就看看这个今年才二十六岁的一个萨姆 他的出场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 好的 观众朋友们呃 呃 湖南卫视湖南京市联合为你打到的直播大约片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二零一二年红牛一桩飞行世界锦标赛的预赛 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三位选手要出场了 目前大家看到的呃 画面呢应该是来自南非的朱利安部落啊 向下飞行的一个姿态的画面 呃 我是主持梅洞 今天呢我们在现场请到的两位解说嘉宾 一位是国家航南的解说员王国信老师 另一位是来自世界异装联盟的帝书长呃 呃 杨峰老师 今天呢所有的选手在他们比赛的心情 我相信都是非常很复杂的 哈哈哈哈 呃 有的选手已经两次更改机票了 呃 包括很多航空公司可能都不会为他们再进行 哈哈哈哈 没办法 因为张家杰现在田门山呢 风银变化 进入到十月深秋以后 张家杰的田门山与PASTI猫 呃 出现了很多复杂的气候现象 比方 雨 雾 风 特别是风的影响 在山谷之间 幽形峡谷里面的这种风气变 还有一些风可以杂流啊 对所有的选手来讲是望而生畏的这样一场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尤克萨姆即将出场了 挪威的选手 尤克萨姆 来 看看 了解一下尤克萨姆 六岁的挪威人已经有四年的艺庄飞行经历 累计有四百五十次的艺庄飞行经历 是两家世界著名企业赞助的专业运动员 他虽然年轻但技艺超群 他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评习爱这项运动 他将在这次比赛中展示自己最优秀的水平 尤克萨姆 非常年轻 非常有才华 2013年中设了很多电视节目和网络专题 电视节目的部队 他已经进行了契约 是一个既可以完成的进行挑战 又同时又可以玩电视的这么一个 非常优秀的有才华 从此也是滑雪的高手 来 滑雪 也是他抢项 他的老兄 艾斯彭菲德尼斯 已经拿下了24.07秒的量力 看看他吧 Creen light Ready OK 3 2 1 Sm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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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的一个标准 就看看他的速度和滑行 对于的控制怎么样了 姿态稳定 向左 开始回接了 角度也好 似乎似乎似乎感觉 晚了一些啊 进入平飞 穿过 终点线 杨继投来以后 打下散 好 我们为大家来报 来报告 梅董老师刚才的判断啊 是比较准确的 他采取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下滑姿态 因为他还有一轮成绩 我觉得好多选手可能是因为好久没有飞了哈 这几天来好像好久没有飞了 所以他的成绩呢比他的本国的另一人艾斯彭呢要 晚了两秒 他还是进入了第二阶梯 也就是26秒这个成绩组里面 在26秒的成绩组里面呢 他好像还算快的 在26秒的成绩组里面还算快的啊 你像麦克杜克尔这位选手是27 嗯 27秒 波尼 波尼是26.177 对 然后呢 伍斯呢 是26.721 26.721 我们看约克虽然比艾斯彭啊 晚了将近两秒出头 但是他的转弯动作依然是那么凄厉的和消散 转姿态呢也比较大 他的开伞动作比较稳 他调整的角度呢非常适合于开伞 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呢 他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加力 直接就以一个自由落体的方式 可能就下车了 这个多少也会影响到一下这个速度 因为起跳的话是也是很重要的 刚才看这个艾斯彭通过一个好的知识 好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杰弗尼贝尔卡普夫 即将出场了 杰弗尼贝尔卡普夫 有着八年的跳伞经历 有超过五千次的艺装分型经验 他是托尼跳伞服 美国最畅销品牌的创始人和设计者之一 杰弗尼贝尔卡普夫在过去的六年里 在艺装的生产和设计方面 几乎主导了每一件主要产品的创新 他曾经培训了几百个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艺装分型人 作对创造了七十一人缘对分型的世界纪录 还有一个非常令他自己骄傲的一个作品 就是Discovery频道播出的 他当时在L39飞机一起和编队飞行 他是第一个穿着艺装飞行的 而且做了一个摄影师 所以他那个时候对艺装飞行这种低空跳伞 和飞机那种高空跳伞结合起来 做了一个完美的一个组组 同时也是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 他是托尼艺装辐射的设计师 和其中的合伙人之一 今天在参加比赛这些二十多个选手里面 他几乎在没有反应的情况下 你看他就这么玩下来了 这是他的一万之一套 这个经验和反应也告诉他 看看他进入停飞行以后 停飞以后他要拿最好成绩 速度还快 这个速度飞起来 有点像一个小型的这种体育型飞机 机身飞机啊 接尼贝尔卡普夫 我们来看看 25.152秒 好 25.152秒 他比这个 Juan Doer 25.69秒 还快些 很搞笑 他之前加了一个助跑 穿着一装跑几步来是很难的 每个运动员都有他们自己的个性 包括去起跳的时候 往往前助跑也好 或者是自由落体也好 都是用不同的方法 最高时速呢 最高的时速呢 最高的时速啊 听 几百名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一装飞行员 这个记录啊 真让人瞩目 为世界一装运动呢 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啊 今天这些选手都有电影电视的一些 您做这种极限挑战的电视这种影片的时候离不开这些高手的参与 包括叫久比欧格温的话 他去年的话 今年的话还跟这个威尔斯米斯的做了威尔斯米斯的儿子杰森的提升在 做时拍摄这 做了特技飞行的演员 对 另外的话 我们这里有些运动员将要拍摄过程有一点叫钢铁侠三 旁边是钢铁侠三的提升 他已经签约了 对 你看这个杰布克里斯 他在这个极限运动当中也是得意双心 也是红牛的这个全球代言人 我相信这个竞速最快的这个成绩出现以后是 应该是被国际权威机构认证 应该是他们职业传的生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证 也为大家做一些基本的介绍 包括今天呢 在写作嘉宾里面是来自一桩联盟 全球一桩联盟的秘书长 可能以后在章节天文山呢进行这样的比赛会越来越多 是因为今天的所有的选手对 在全世界的一桩的选手是世界十六红最好的一种选手 也就是精英中的精英 然后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话进行不同的地方才讨论 好的 现在唯一的女选手李维亚蒂奇来自新西兰 来自新西兰现在出现了 把他们做最后的准备来跟我们聊天一下 李维亚蒂奇 出生在新西兰 从二十岁开始练习跳伞 迄今已完成约一千两百次极限跳伞 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一桩归行 他参加过许多跳伞项目的竞赛 并多次获奖 他目前是全球范围内为数极少的极限跳伞次数 超过一千次的女性之一 是当前全世界最优秀的女子一种温行运动员之一 好 这就是李维亚蒂奇 随着意大利的选手罗伯塔·曼奇诺的离开 他现在成了今天挑战的唯一的一位女选手了 可能 可能想把最好的礼物送给自己的小女儿 现在 她的丈夫可能在起点这个位置 在接着点 在接着点 她的丈夫在降落点 那就说她的全家应该在降落点 在下来的 小女儿被激光 她的丈夫凯多都在降落点 在等着这个 应该是把最好的一个礼物来送给家人 他们二位 好 看看李维亚蒂奇 因为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的姿态是怎么样进行调整 基础怎么运用 包括她会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比较标准的路线的控制 这大家都要拭目以待了 女选手是不是比男性的选手在这个下方上稍微的显示要 因为女选手四肢的这个肌肉力量不如男选手 那么在飞行当中啊 如果在很大的重力加速度的状态下 对她的身体速度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同时呢 我们还要看她的飞行技巧 飞行技巧要运用得好 航线建立得好 姿态运用得好 也有这个成绩 标准的动作 直线的下降 这个速度可能每小时达到190公里以上 接下来进入如同飞 她的姿态扬起来了 哦 你觉得她身体的控制怎么样 因为呀 这位运动员啊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跳伞运动员 我们看到她刚才啊 在加速度的过程当中 用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有利于成绩的提高 我们看看她的成绩怎么样 好像应该也在 她的航线建立的还是比较大 这位女选手呢 是带来了37.627秒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那么她和杨特奥克文呢 今天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是 排在后面 也还不错了 今年已经32岁了 是的 我们看到她在绕标啊 绕到那个虚拟地标之前啊 这个航线的建立比较大 比较大 也就是圈子绕大了 对 这个影响了她的成绩 大了以后整个距离长了 浪费了 嗯嗯嗯 好的 好的 湖南卫视 湖南京市 联合打造的直播大线 为您现场直播的 是2012年 红楼益庄锦标赛的预赛 好 观众朋友们 现在呢 预赛已经结束了 预赛已经 第一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目前最好的男子的最好的成绩 还是掌握在挪威的选手 艾斯鹏 贝德尼斯 手中 他拿下了24.071秒的这样一个速度 这个速度已经相当不错了 在第一轮比赛当中 很快呢 选手进行叠散之后 进行整个装备整理之后呢 要马上进行第二轮的比赛了 所有的比赛联通工作 随机也要进行开始了 张家界天文山的主办方啊 也是为此付出了大量的辛劳和努力 每一位选手在到打降落点以后 他们将最快的时间 被乘坐车送往起点 准备第二轮的比赛 大家知道张家界天文山 九十九道万 很快的要进行第二轮的比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镜头呢 依然是回放的画面 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第一轮比赛到此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期待着第二轮比赛的开始 我们期待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期待的观众朋友们 会期待的观众朋友们